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的人均土地面积是非常之大的 澳大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度 它除了有蓝天 白云 气候温和 常年的日光普照 然后空气清新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自然风光 也是大自然的礼物 那在澳大利亚呢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客到澳大利亚来旅游 那澳大利亚呢 也成为世界上最高净值人士的首选之地 2018年的数据呢 显示澳大利亚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美国 每年差不多有一万两千的高净值人士 把澳大利亚作为了首选的移民之地 那安妮呢 在澳大利亚生活了有接近20年的时间了 作为一个老移民来说呢 我对澳大利亚的认知 我又归纳了大概有以下的几点 是为什么大家会选择澳大利亚来作为一个 适宜居住的一个国家 首先呢 澳大利亚非常崇尚人文和平等的精神 在很多的场所 公共场所和地方呢 都会有一些供残疾人专门用的设施和一些装置 就比如说在厕所的话 就一定会有残疾人专用的厕所 在通道的话 公共通道就会有残疾人的专门通道 供残疾人使用 那停车场呢 就一定会有残疾人的停车位 普通人是不能够停的 另外一点呢 安妮也是觉得澳大利亚这点做得非常好的呢 就是对细节的把控 就比如说我身后的垃圾桶 它会把垃圾分类 红色呢是给普通的垃圾 黄色是给回收垃圾 那普通的住家呢 也会有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比如说红色黄色绿色 绿色呢是给绿色的垃圾所用的 还有呢 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 沿途就会有一些免费的饮用水的装置 是给那些喜欢散步 或者锻炼身体的人去使用的 第三点呢 澳大利亚对未来的教育的投入 也是不惜余力的 从小学到高中 孩子是全程免费教育 到了大学呢 如果家庭负担重的话 孩子是可以申请贷款 来完成这个学业的 到大学毕业之后 如果收入不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是可以不用偿还的 澳大利亚呢 是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之一 虽然澳大利亚的税收很高 但是澳大利亚呢 真正是把税收收回来以后 用之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有很多的公共设施 都是用税收来建成的 那在澳大利亚呢 政府会从孩子出生 从零岁到18岁 政府都会给一定的福利 来抚养的 澳大利亚呢 是可以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 曾经就有一个议员 是因为收受了一瓶红酒 就丢掉了饭碗 而且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澳大利亚分为八大州 分别有首都卡培拉 有我们知道的 悉尼所在的 新南威尔士州 墨尔本所在的 维多利亚州 还有西边的西澳 我们知道的 南边的 南澳的阿德雷德 北面的达尔文 它是所在的是北领地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经常会遗忘它的 塔斯玛尼亚州 它的首府城市是荷巴特 今天的第一集的 制业澳洲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疑问和想多了解 有关澳洲的情况呢 欢迎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也在这里再次感谢 安家澳洲 我们下一期再见